北京成立范冰冰专案组演赴美国调查。 5月11日,范冰冰现身第71节贾纳电影节。 中国影视明星范冰冰因阴阳合同事件已经消失很久,早前更传出她已返回家中并暂时停止出席所有公开活动。有消息称北京当局已成立调查范冰冰专案组。 香港东网9月19日指出,范冰冰已被关押在北京昌平某间宾馆,而不久前该专案组成员一起曾远赴美国调查范冰冰团队的掌握。 同时有消息称,这次阴阳合同风波牵涉的不止范冰冰一人,以牵涉人员级别之高,金额之大超乎外界想象来形容,更指范冰冰经纪人物小光一被关押及与两宗案件有关,要接受调查。 范冰冰近来处于消失状态,9月,中国证券日报报道,范冰冰确议被控制,将接受法律裁决,并且范冰冰还涉嫌参与有关银行违规放败及腐败案件。 9月7日,范冰冰工作室以人举楼空文件材料均被轻走。 6月3日下午,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官网通报称,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。 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,已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,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。 6月2日,中国央视前主持人崔勇一员发生暗制阴阳合同事件,并引用刑法第201条对逃税罪的规定,称好像有个法律管着事儿。 5月29日,范冰冰工作室回音称,崔勇一员发布设密合约并公然侮辱范冰冰女士的行为,既破坏了商业规则,又涉嫌侵犯范冰冰女士的合法权益。 5月28日,崔勇一员通过个人认证微博曝光范冰冰通过阴阳合同眼带真实收入。